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亞太聯播節目 我是何平 甘肅省夏河縣境內星期二晚間再次發生藏人自焚 抗議中國西藏政策的事件 一位年僅18歲 名叫桑杰扎西的藏人 在甘肅夏河縣 桑克鄉自焚身亡 桑杰扎西在火焰中曾高喊達蕾喇嘛返回西藏 以及釋放班禪喇嘛和其他政治犯的口號 近期 許多藏人自焚以抗議北京高壓的統治 喚起了全世界的關注 海外團體發起聯署活動 呼籲國際社會關注西藏局勢 下面請看本台特約記者新宇的採訪報導 海外團體協調各個組織 就藏人自焚事件起草 至各國議員 政府首腦 人權組織 各國主要媒體 歐盟和聯合國等國際機構的呼籲書 聯署行動發起者之一 現在美國的民主中國陣線主席盛雪 周二向本台表示 因為我們要推動中國整個社會的民主化轉型 包括藏區能夠實行真正的自由民主的制度 該向聯署聲明同時提出四點訴求 包括希望世界各國將藏區頻頻自焚事件納入與中國政府的談話內容 包括聯合國 歐盟在內的國際機構組成獨立調查團 前往西藏境內對自焚原因展開調查 以及要求中國政府尊重西藏人的信仰和文化 用正面態度與西藏流亡政府展開談判 長期關注西藏局勢的現在北京的媒體人賈家告訴本台記者 藏人的自焚引發不少漢族人士的關注 在微博 許多網民傳播藏人自焚消息 不少人還點上一盞蠟燭 寓意悼念 但許多帖子都被刪除 成都市青陽區約數十名失地農民 星期三在當地一個佔耕地興建的高爾夫球場 要求開發商購買以承諾的社會保險 結果5人被打傷 下面請看本台特約記者喬龍的採訪報導 七組村民李華誠當天下午告訴本台 老百姓在門口要求政府買社保 保安人員就給他們發生衝突了 保安見人就打人了 打了人過後我就報警 警察出來了 警察又十二名警察 打人的保安有沒有被警察帶走呢 沒有沒有 他們回到公司 他們保安隊長追著我打 把我電瓶聲我砸壞了 我們的村民老百姓 現在受傷了還得一萬多長度 本台就此致電溫家廠派出所詢問案情 想問一下 今天上午董家爸有村民被打傷 你們有沒有出警啊 我們出了警啊 因為村民說打人的人 好像你們沒有把他們帶走調查 請你放心啊 我們會調查的 而這次見高爾夫球場 涉及兩個村一千多村民的社保 李華誠說 他們有時間說要賣水保 有時間說有賣不成社保 你像一八十歲的老太婆沒有生活能力 生存能力的 怎麼辦啊 山西臨墳窑渡區周家莊村民 僑寶山被開發商認定是上訪維權代表 被暴力毆打激恐嚇後 25日凌晨在家中遭開發商雇傭的黑社會殘忍殺害 死者兒子在網上爆料父親被害經過被傳喚 而上載的照片和舉報信 目前已被中國部分網站封殺 上海維權人士馮正虎在18大前被軟禁近9個月後 重獲自由 他隨即向上海市檢察院提出控訴 要求追究違法人員的法律責任 而18大期間被監禁訪民陸續獲得釋放 但上海訪民毛亨鳳仍被拘焉在看守所中 其家人表示擔憂 並希望外界關注 中國新版電子護照引發國際爭議持續發酵 菲律賓星期三表示 將拒絕在中國新護照上加改引章 這是繼印度和越南之後第三個採取反制行動的國家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諾恩德表示 美國關注相關爭議 但將接受中國新護照作為合法的旅行證件 以上就是今天的亞太聯播節目 我是何平 謝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 再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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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